为什么非选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样会很刺激 还是不要这样了 我不应该这样的 因为我这样的喜好 会让整个家族蒙小 你怎么会这样想 特别是面对你 我愈发的不能控制我自己 我怕说的对 这样的我确实令人恶心 汪文峰竟然还说别人恶心 跟紧回去吧 不 就现在 忘记一切外部的束缚 试着完全地接纳自己 做得很好 月月怎么又消失了 每次都是这样 需要派人去把少爷请回来吗 不必了 他的管家已经去找他了 看来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要不然让小姐们先回去 那也好 你就安排先结束吧 好的 夫人 小姐们 欧夫人为各位准备了 精美的珠宝伴手礼 请各位小姐 在欧家泉水台处领取 那个欧家少爷不回来了 这么快就结束了 月 妈妈已经安排小姐们先回去了 你不用再多了 慢慢来 看来可以安心接受治疗了 我来了 高一点 不要 我不想 我不想这样 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好了 已经结束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最讨厌的人 他们在做 我竟然有了感觉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恶心 你是你 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因为喜欢 起来吧 天天 我去书房找点资料 糟了 我听到我爸爸的声音了 一定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在这里 否则 他一定会识破我们之间的关系 到那时候我们就都完了 都完了是什么意思 他有那么可怕吗 我倒是想要见见 你这个可怕的爸爸了 赶紧躲起来 绝对不能被发现 躲得多没意思 快点 许久不来 有点气灰了 快过来 那不是欧月和那个家伙吗 你也太紧张了 现在这样被欧文峰发现 才会更难解释吧 不过 真想看看欧文峰 看见他儿子现在的样子 是什么表情 我的肚子忽然好痛 老头 来人 快带明天少爷去医护室 明天少爷 我背你过去 疼疼疼 快带着明天少爷看一下医生 就我走了 欧叔叔不走 那不就跟小月月撞个正着吗 到时候小月月又要有麻烦了 叔叔 您陪着我过去吧 我真的很害怕 嗯